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位 周恩来 小编听着周恩来总理的那句 为国家崛起而读书长大 那时候只知道周总理从小志向极其远大 以救国为己任 长大后才知道 他是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他的个人能力值得肯定 他将全部的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他真真正正地做到了将生命燃烧到 为党和国家奉献的最后一刻 他去使联合国为他降半期 第二位 朱德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首 他推翻了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他在自己的岗位上 一直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 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全心全意地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也因此他得到了联合国降半 其两日的殊荣 第三位 毛主席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这句话想必大家都听过 毛主席对我国所做的贡献也是人尽皆知 毛主歧视时 不光得到了降半期的殊荣 他还得到了至道辞的殊荣 第四位 宋庆龄 她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女性 她的爱国情怀深入人心 她为妇女儿童的妇幼保健所做的工作值得肯定 第五位 邓小平 翻身不忘毛泽东 致富感谢邓小平 是他的存在才有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也是他的存在才有了改革开放 中国一步步的富强 也因此 她是事后联合国为他降半息治安 第六位 杜兆宇 她是中校军官 她的工作能力较强 当时 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侵略 中国为给黎巴嫩提供援助 派联合国中国军事观察员杜兆宇前去帮助 可是很不幸 以色列军队的航空炸弹 直接击中了杜兆宇所在的哨所 杜兆宇就这样 年仅34岁就英年早逝了 成 要有志知识投稿 原创或推荐好文章 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 由箱107000701 atqq.com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 反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性告知删除 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 仅供参考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